中共官媒炒作 人民幣結算石油 沙地阿拉伯不配合 防疫鬆綁利益鏈轉移 若加大漲 中共官方組團包機搶訂單 專家揭背後實情 軟銀等機構減持亞洲科技巨頭股票 美聯儲這星期可能放緩加息 耶倫說明年通脹將會大幅回落 歡迎各位收看財經熱點 我是志軍 今天是香港時間2022年12月13日 以下是詳盡的新聞內容 習近平近日帶著34項投資協議訪問沙地阿拉伯 原本以為能換取用人民幣結算石油 沙地阿拉伯接受了所有投資協議 但卻拒絕人民幣結算石油 有評論說 習近平的這次訪問也難以失敗告終 中共媒體此前曾大張旗鼓地宣揚 習近平的中東之行 中共外交部還高調宣稱 人民幣國際化逐步走入正軌 美元巴權的時代也將宣告結束 《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隨著美國和沙地阿拉伯之間的關係趨於緊張 沙地阿拉伯和中國在今年的手組前 加快了關於以人民幣購買石油的談判 12月9日 習近平在與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峰會上說話 提出開展遊戲貿易人民幣結算 但沙地阿拉伯上星期五 沒有證實將會用人民幣進行石油交易 在亞中峰會之後的聯合聲明之中 也沒有提及沙地阿拉伯接受人民幣結算一事 一位沙地阿拉伯的消息人士 在習近平到訪之前告訴路透社 決定以人民幣向中國出口石油 現在還不是時候 作為出訪成果的指標之一 中方期待的人民幣結算石油 未能取得突破 中共官媒的宣傳也隨之低調 12月10日 習近平結束在沙地阿拉伯的國事訪問 啟程反國 當日新華社在首頁不起眼的位置報道 題目為 中國石化與沙特亞美 沙特基礎工業公司 再簽聯油化工大型合作協議 但沒有提及協議的金額 這應該是雙方簽訂的一個比較大的協議 等於確保了沙地阿拉伯 向中國繼續大量出口石油的訂單 是中共領導人送給沙特阿拉伯的一份大禮 對於中亞經貿關係 日本資深媒體人此版名夫在面書發文表示 兩個國家的接近不過是互相利用異議 至於人民幣的國際化 也不過是拿出來做個樣異議 今日的人民幣完全不具備國際化的條件 根本不可能取代美元 路透社說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資產和儲備 都是美元 包括超過1,2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 而沙特阿拉伯貨幣和其他海灣貨幣一樣 都與美元掛鉤 對於之前中共官媒和眾多粉紅大肆宣揚的 人民幣結算石油 推特網友紛紛而論 有網友說沙特阿拉伯這件事 就是第一天出發和剛剛到達時 官媒統一新聞轟炸衝上微博熱手 後面開會的這幾人 就變成了例行流水帳報道不宣傳了 還有網友諷刺說 前兩天推特上的部分大五毛 但官商慶都在歡呼 人民幣結算導致美元霸權終結 快想想如何鬥吧 中共當局在上星期 草率結束了清零政策後 各地的病例激增 同時大量發燒門診停診 中國各地出現搶藥潮 市場上藥品價格暴漲 仍然買不到藥 引發民眾恐慌 有民眾抱怨 核酸現在停了 藥可以賺錢了 利益鏈轉移了 近日民眾開始瘋狂搶購 蓮花清溫 貝洛芬 抗原快劑測試劑 等等疫情相關物資 在醫療支隊的憂慮之下 防護力強的N95口罩 也成為民眾搶購的防護用品 網傳的短片顯示 中國多省的民眾 在藥房前排隊買藥 有些民眾甚至去到藥庫去買藥 民眾感慨 以前是搶菜 現在是搶藥 短片的拍攝者說 這裡是藥店 不是街市 搞得好像街市那麼熱鬧 在北京 上海 湖南 廣州 河南等多個省市 都出現藥物斷貨的情況 多間藥店已經沒有布洛芬的庫存 在線下或其他平台上 也大多數處於斷貨狀態 同時藥品價格明顯上漲 部分商家更將藥品價格控抬3至5倍 引來大量網友的批評 有網友說 蓮花清溫各類藥和口罩的價格都開始暴漲 感覺夢回2020年半夜還在搶口罩的時候 湖南商談的鄭女士8號對大紀元表示 以前是核酸檢測 現在的利益鏈已經從核酸檢測 轉向了藥品供應 他說 核酸現在停了賺不到錢了 藥可以賺錢了 利益鏈轉移了 和藥店外面的大排長龍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商場的人流稀少 因為激增的感染人數 令很多患者和擔心感染的人都留在家裡 盧頭社報導 分析師並沒有預期在清零鬆綁之後 中國的支出會迅速廣泛反彈 因為消費者和企業存在不確定性 一些經濟學家已經下調 對明年年初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 自從12月初 中共強調要做好明年的經濟工作之後 政府組團包機出團 參展搶訂單的消息不斷 但是專家指出 這不是什麼商貿團 而是探親購物旅遊團 據華創政圈章魚團隊統計 12月6日以來 已經有蘇州、南通、寧波、金華、東莞等 7個地級市 以及海南、湖南兩省政府 帶隊出國拓展訂單 10月底至今 至少有8個省份捲入了這場熱潮之中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的謝田教授 12日對希望之聲表示 這個很可能是假務的商貿團 因為搶訂單的時間不對 他說 好像美國市場 全年銷售的一半以上 在12月25日 聖誕前的最後3個月實現 物品從中國或亞洲生產出來 再運到美國進入海關 再分到各個店的話 至少半年前甚至更早 就是年初就開始計劃 訂單需要商家、廠家一對一談判的 不是來幾百個人一起談判 這是不可能的事 這顯然是做show 或是玩弄中國的民眾 也有旅遊業的資深人士說 招商是假 領導出國慎心探親才是真的 發明為張山的 加拿大某酒店管理人員表示 一些中國旅遊團入住酒店時 提供的姓名都是假的 他說 按照我看到的姓名都是大陸拼音 因為我們住房卡 凡是帶團來的 我們的客人的姓名都寫上去 這個團的姓名太奇怪了 而且還發郵件給我們 他說 我希望你們 不要把客人的姓名寫上去 謝田教授說 中國的團不願意披露這些人的姓名 顯然一披露大家發現 這些人根本不是什麼企業老闆、商業主管 是七大姑、八大姨的家屬 就是旅遊團、探親團和購物團 打著招商團的旗號 並且又好像是某某省某市招商團 並不是拿著公款吃喝玩樂 所以他們更不敢把自己的姓名暴露出來 很可能就存在貪污、腐敗的行為在裡面 據威海新聞網報導 新東省支博士商務局 對外貿企業出國參展給予補貼 機電類和飛機電類商品最高補貼100%和80% 由於中共的封控清零政策 導致很多中國企業無法按時交貨 很多外商被迫把訂單轉到越南等國家 謝田認為中國現在想把轉走的訂單搶回來 很難 因為這不是價格競爭問題 而是能不能按時交貨的信用問題 沒有人能預測中共招令直改的政策 軟銀等投資機構頻繁減持亞洲科技公司股票 反映行業預期正在明顯下橫 之前的很多年 軟銀公司長期持有阿里巴巴的股份 但在最近幾個月頻繁拋售 而巴菲特旗下的 伯克希爾哈薩衛公司 也在拋售電動車製造商比亞迪的股份 騰訊公司的第一大股東普魯斯NV 減持了騰訊的股份 而騰訊自己也在拋售持有的 美團、東海集團等科技公司的股份 白達資產管理 亞洲主管之一的威斯納表示 這種感覺就好像是最聰明的投資者 正在離開這個房間 例如從2008年開始 巴菲特旗下的公司一直持有比亞迪股份 自今年8月以來 公司採取多次拋售的辦法減持比亞迪 《華爾街日報》引用分析認為 很多長期股東通過多年持股獲得收益 但現在科技行業的增長前景已經下滑 尤其是中國互聯網公司 都面臨政府的審查 所以投資者現在離場 能夠反映出他們對科技公司 長期前景的看法 經濟學家表示 美聯儲可能計劃 會在這星期放慢升息的腳步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12月11日表示 如果不出現意外 美國的通貨膨脹率 明年將會大幅下降 美聯儲制定政策的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預定13日起 舉行為期兩日會議 會後將會宣布利率決策 分析師預期 美聯儲這星期 可能調升基準利率0.5% 美聯儲今年以來已經六次加息 其中四次都大幅調升了0.75% 令到基準利率去到3.75%和4%之間 越來越多的人 包括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和歐洲中央銀行行長拉加德 都認為加息藥可能會很苦劫 不過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態度樂觀 他12月11日在CBC 60分鐘專欄節目中說 如果不出現意外 美國的通貨膨脹率明年將會大幅下降 雖然存在經濟衰退的風險 但是通貨膨脹率的下降 不一定會因為經濟衰退而發生 這一節的財經熱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點讚、訂閱 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